在2014年1月23号 四川省内江市石子镇车行村 这眼瞅着呢 快过年了 早上啊 七点多 有一村民姓徐 这老徐呢 拿着鱼竿 准备去附近的小青溪河边 去钓鱼去 刚走到河边 老徐啊 突然眼睛可就放光啊 怎么着呀 这地上啊 有张百元大钞 老徐一看 哎呦 我今天运气这么好啊 这就捡钱了 这个呀 老徐心里边高兴啊 赶紧翻腰 就捡起来这钞票 果然是百元大钞 不是假的是真的 可不对劲啊 这钞票上面 怎么还有血呀 不过再一琢磨 有血怕什么呀 洗洗不就完了吗 能花出去就好 这老徐呢 就来到了河边 就打算了 用水 把这点血呢 洗干净了 大清早的捡着钱了 这还真应了那句过年时候总放的歌了 左眼皮跳跳 好事要来到 你看 这好事这不就来了吗 老徐呢 心情不错 一边洗着钱 一边还在那哼着歌呢 可就在这时候啊 不经意抬头就望向河面 这一眼可就把老徐给吓着了 哎呦 那是啥呀 这这这怎么越看 越像个人呢 老徐啊 就感觉自个这颗心脏啊 跟坐过山车似的 上窜下跳的 再看看手里拿着的这带写的百元大钞 突然就觉得有点扎手了 这哪是好运到啊 这是一大清早出门 这就撞了鞋了呀 随后呢 老徐也不敢要这钱了 赶紧把钞票原封不动的放回地面 又在那阿弥陀佛的念叨了好一阵呢 等他稍微缓过神来一点啊 赶紧就报了警了 内疆警方呢 赶到现场 把那具尸体就打捞上岸了 经过勘察 死者是一名年龄 在30岁到35岁之间的女性 身高差不多是1米58左右 死亡时间呢 大致是在1月23号凌晨 死者的死状啊 非常的凄惨 纵然是办了那么多案子的民警 看到之后 这心里边也稍微的 有点打哆嗦呀 经过法医鉴定 这个死者的头部被砍了五刀 面部被砍了九刀 颈部也就脖子上被砍了五刀 手部还有多处抵抗刀伤 看得出来 他是想用双手来躲避对方的砍杀 由于对方砍杀的力度非常的大 这个女人的左脸呢是血肉模糊 完全看不出来本来面目了 看来对方这是下了狠心 就要置他于死地一点犹豫也没有啊 警方呢 立刻沿着河边进行寻找 在下游二百米的位置 又找到了一个黑色塑料袋 这黑色塑料袋里面装着一件带血的红色羽绒服 这羽绒服上啊 那血啊都沾满了 这场面是触目惊心 女尸的身上呢 没有穿外衣 这件红色羽绒服应该就是他生前穿着的 在后期的痕迹鉴定之中 也得到证实了 衣服上的血迹属于死者 没有找到其他人的生物痕迹 咱之前不说了吗 老徐捡着的那百元大钞上面不也有血吗 经过鉴定也是属于死者的 除了这百元大钞之外 其实在这钞票旁边还有一个打火机呢 所以初步来看 现场遗留的物品还是挺多的 遗留的东西越多 按理说啊 那么破案的线索也就会越多 但是警方啊 并没有能够获得更多的线索 这儿呢 是农村 也没有天网系统覆盖 到底是谁做的案呢 这时候啊 成了未解之谜了 警方就想着 咱们呢 转换一下思路 别想着凶手是谁 先琢磨琢磨死者是谁吧 从死者的身份开始查起可能会有突破 可这时候又犯难了 怎么呢 这死者的左脸被砍得太严重了 完全看不出来长什么模样 这就给他的身份带来巨大的难题 实在是没办法 警方呢 只能找来那照相影楼的会PS技术的师傅 以这女尸的右脸为参照 对他的左脸呢 进行一个简单的修复 但说实话 这师傅平时人是给活人修照片的 人也没干过这事啊 当时啊 复原出来呢 也还是比较粗糙的 没有那么准确 随后二十多万份巡视通告 就被张贴在了内疆的各大人流密集的地方 可是这通告发出去了 一点音讯也没有啊 当然了 警方呢 也在小青西河周边的所有村子 进行了细致的摸牌走访 有没有失踪人口啊 有没有年龄相仿的女性 有没有什么可疑人员呢 所有的可能性都被一一的梳理 但是没有人认得死者是谁 这时候民警就想 难道他不是内疆本地人 那要不是内疆人 他的尸体为什么会被抛到这个村子的河流之中呢 这起案子呀 就这么一点一点的查 但始终查不出个所以然来 时光荏苒 岁月如梭呀 这时间呢 慢慢可就过去了 一年 两年 三年 四年 几乎是每一年 内疆警方都会把小青西河女尸案 重新的梳理一遍 重新的进行研判 但是还是没有一个结果 直到2018年 内疆警方得知 沈阳刑警学院拥有着最新的人像比对复原技术 于是赶紧带着相关资料就赶过去了 等了四年 死者的面容 这才完整的复原出来 这时候就等于有了最接近死者的照片了 内疆警方呢 随后在全国联网的失踪人口数据库里进行了比对 这一比对呀 果真就有了结果 一名来自湖南淮华的失踪女人的照片 和死者的复原相 是高度的相似 这名女子呢 叫向春花 32岁 离异 生有两个孩子 家人呢 在四年之前就报了失踪案了 可是呢 一直没等到向春花的任何下落 据湖南老家向春花的父母回忆说啊 女儿呢 先是跟丈夫一起去浙江打工了 后来俩人闹矛盾 离了婚 向春花就一个人去广东和家里人啊 一起打工去了 四年之前呢 向春花突然不辞而别 从此之后 家里边就没有人再有他的消息了 这些年 父母亲人 一直以为呢 他可能是被骗去做传销了 四年之后 谁都没想到 等来的却是女儿已经客死他乡的消息 最终经过DNA的比对 也证实无名女师正是失踪四年的湖南女子 向春花 向春花 死者的身份 可能性的可能性非常小 一般陌生人杀人 因为口角也好 因为钱财也好 不会下这样的死手 能够让向春花远赴四川的那个人 一定是让向春花无比信任的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警方决定啊 从向春花的情感方面 首先进行调查 在此期间 有两个男人被列为了怀疑对象 怀疑对象之一 就是向春花的前夫 这个人呢 跟向春花一样 也是湖南怀化人 早几年呢 染上了毒瘾 就喜欢赌博啊 由于孩子呢 患有疾病需要治疗 向春花就一度对丈夫特别的失望 俩人呢 就不断的争吵 从那时候就开始闹离婚 几年之前呢 为了挣钱给儿子看病 夫妻俩一起就到浙江打工 可是在打工期间呢 这向春花的丈夫呢 怀疑向春花 跟一个叫王涛的公友 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最终俩人还是离了婚了 那么 他的前夫 有没有可能是因爱生恨 从而杀害前妻呢 上期节目咱们提到了 这向春花的丈夫啊 在前些年啊 怀疑自己的妻子向春花 跟公友王涛有不正当男女关系 俩人呢 就离了婚了 警方就怀疑 会不会是这向春花的前夫 因爱生恨啊 因继生恨 最终杀害了向春花呢 这个推测呀 很快也被否定了 因为在大数据调查之中 警方没有发现 她丈夫到过四川的痕迹 没有去过 那么自然 她也就没法在四川内疆杀人 咱们再来说第二个怀疑对象 就是向春花的绯闻男友 王涛 这王涛啊 是贵州人 贵州跟四川 那挨得很近呢 那么王涛 有没有可能 把这向春花 带到四川内疆 并且杀害他呢 但是 最终分析来分析去 这个推测 也被否决了 因为王涛 也没有到过内疆的 任何行踪轨迹 查来查去 这案子又回到起点了 那么 这个能让向春花 大老远赶过来的人 到底是谁呢 这时候啊 前往广东 调查向春花 打工时候情况的小分队 就有了一些消息 据工友们说呀 向春花当时在工厂里边 特别喜欢打电话 而且呢 喜欢背着大伙拍视频 另外还有人说 向春花曾经买过一部高档手机 这部手机的价格 跟他打工的那薪水啊 那是完全不相符的 打电话 拍视频 新手机 所有的细节似乎都显示出来 向春花应该是在跟谁 在谈恋爱呢呀 这人不可能是他的前夫 经过调查 也排除了工友王涛的可能性 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有没有可能 通过调查向春花的通话记录 就能把这个人给揪出来呢 这个猜测也得到了向春花前夫的认可 原来啊 案发之前不久 他的前夫呢 就给他打电话 目的呢 就是想跟他复婚 毕竟想着俩人还有俩孩子呢呀 可是向春花对前夫态度很冷淡 大多数情况就是不接电话 哪怕接了说话也不好听 最终呢 这向春花的前夫就了解到 向春花换了新手机了 换了新号码了 言谈举止之中 似乎是有了新的男朋友 警方啊 顺着这条线索 就调取了向春花新手机号码的通话记录 在案发那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那么多的通话记录之中 果然出现了一个神秘号码 这个号码一个月的时间 和死者向春花通话二十多次 最长的时间达到了一个小时 在追查这个号码的持有人吧 调出数据这么一看吧 内疆警方这心里啊 就算是有了底了 为什么呢 这号码的机主叫夏洪全 42岁 就是四川内疆人 咱们之前不也提吗 一直困扰警方的问题 就是死者为什么会出现在内疆 现在查出来这夏洪全就是内疆人 这会是巧合吗 同时调查夏洪全显示 夏洪全曾经有过犯罪记录 有过千科 因为抢劫罪 坐了四年的牢 出狱之后呢 做过保安 在暗中走访的时候啊 警方呢 还从夏洪全的亲戚那得知 2013年左右 夏洪全还跟家里人说过 谈了一个女朋友 是湖南人 如今所有的证据 都指向了夏洪全 抓捕工作 势在必行 此时的夏洪全呢 正在四川成都一家高校的食堂 在那做杂工呢 由于他长得人高马大 特别结实 为了抓捕的时候 不要危及到路人的安全 警方决定啊 伺机而动 咱们呢 别那么冒冒失失的 正好这时候夏洪全有事 回了内疆老家 警方当然不会错过这机会啊 在村子附近 把夏洪全就抓获了 面对突然出现的警察 夏洪全还显得很无辜呢 一开始啊 什么事也不承认 经过几天的心理攻坚战 他终于情绪上出现了波动了 这一天呢 夏洪全提出来 想见见自己的母亲 警方知道 这是嫌疑人准备招供了 见到体弱多病的老母亲 夏洪全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妈 我对不起你 那件事 是我做的 原来啊 几年前夏洪全也在浙江打工 跟向春花还有向春花的丈夫 都在同一个厂子 由于向春花在工油里边 算长得比较漂亮的 夏洪全呢 对他印象就挺深刻 不过一开始啊 俩人也没有什么交集 那就是点头之交 当时正是向春花的丈夫 怀疑向春花和王涛油染的时候 正在跟他闹离婚呢 这天夏洪全看见向春花 一个人在角落里在那哭呢 就上去问他 关心关心 怎么回事啊 向春花呢 心思相对来说还是挺单纯的 正好找人倾诉呗 把自己和丈夫的矛盾冲突 心里边的委屈一股脑全说出来了 也就从那时候起 俩人的关系 从普通朋友变得更加亲密了 夏洪全当时呢 正好结束了第二段婚姻 家里边还有孩子 自己也非常想要再婚 我还得找个媳妇啊 眼前漂亮的向春花 符合夏洪全所有的择偶标准 于是呢 他怂恿着向春花和丈夫离了婚 那么向春花跟那王涛有没有关系呢 其实人家俩人之间呢 那是清清白白 离婚之后的向春花 先去了广东和父母待在一起 不过他跟夏洪全呢 一直保持着亲密的电话联系 就谈起了异地恋 几个月之后啊 夏洪全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 连续好几天晚上十点多 他给向春花打电话 居然都是一个男的接的 有一回那男的居然说 他在洗澡呢 随后就挂上电话了 哎呦 这什么情况啊 夏洪全觉得这事不对 就问向春花呗 向春花的解释是 说那个男的呀 喜欢他在追求他 但是他没同意 夏洪全哪现在没同意 没同意 深清半夜的俩人就就就睡一个屋里啊 啊 还还还 你洗澡的时候 他还接电话呢 那那不可能啊 给这夏洪全气的呀 对于这样的一个事态 他是完全无法接受 这夏洪全就认为 一定是向春花 自己不检点 这样的女人不能要 不能跟他结婚 夏洪全就打定主意 要跟向春花分手 哪知道向春花 坚决不同意分手 还说了 我呀 要去四川 跟你好好谈一次 案发那天呢 是1月22号 向春花赶到内疆 当时 夏洪全心里边就想好了 这向春花要是不同意分手 我就砍死他 夏洪全呢 是故意把死者约到了 那小河边上见面去 随身带了把菜刀 这向春花 哪知道 这就是一条死亡的不归路啊 还乐乐呵呵 兴冲冲的爱去了呢 但是 俩人到了河边 这么一聊 确实是聊崩了 夏洪全想分手 向春花就是不分 因为这个事争吵不休的时候 向春花又说了这么几句 彻底激怒了夏洪全 你要是分手 我就马上去告诉你们全家 我告诉你父母 你还得赔偿我十万损失费 要不然 我找我老公来收拾你 当然这老公说的是前夫 夏洪全说呀 正是这些话 把他激得丧失了理智 于是拿起菜刀 狠狠的向向春花砍了过去 身高一米八的夏洪全 人高马大 每一刀都是使尽了吃奶的劲 这让向春花那么一个娇小的女人 怎么承受啊 怎么抵挡啊 很快 向春花就没有了动静了 而她的半张脸也被砍得血肉模糊 本来是想着把这向春花沉入水底 但是啊 当时穿着羽绒服 服力太大 怎么都沉不下去 夏洪全呢 又脱掉了向春花的羽绒服 用塑料袋装好了 又扔在了草丛里 当时已经是深经半夜了 没人发现河边正在发生的这血腥的一幕 而向春花从外地赶过来 也没和任何人接触过 就这样的阴差阳错 就导致向春花被抛尸河面之后 没有任何人知道她的身份 直到四年时间过去 在刑侦技术又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之后 这个案子这才能够最终的得以撑破 这起案子呀 也算是这么多年啊 所有的大案要案里面 非常出名的一桩 请杀案件了 所以很多人就不明白 不就分手那点事吗 至于一定要带着菜刀附会 非要砍死对方吗 那么夏洪泉到底为什么会做到这一步 夏洪泉 供述的这些作案过程之中 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细节 使她没有说出来的 她的内心是不是还有着怎样的秘密 这个事情我们现在已经无法得知了 2019年的一天 在上海的一个酒吧里灯光迷离 舞池里的年轻男女正肆意的扭动着身体 在吧台前坐着一些人 悠闲的看着调酒师 像耍杂技一样的在调着酒 在散台的位置 有一位气质优雅的女性 一边品着酒 一边扫饰着酒吧 似乎在寻找着溜 突然她的眼神锁住了一个 喝的已经是酩酊大醉的帅气服务生 这位女子略微的思考了一下 就站起身来朝那个男子走了过去 并且拿出了手机 添加了对方的联系方式 然后面带着微笑转身离开 这名女子叫蒋宇 十年四十岁 被她要联系方式的男子叫陈虎 当年才二十六岁 蒋宇没有想到 与陈虎的这一次邂逅 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影响 甚至是后悔终生 两个人是一见如故 迅速的发展成为了情人关系 并且开始同居 之后就女主外男主内 刚一开始 他们的生活还很和谐 然而好景不长 蒋宇很快和陈虎之间 就有了矛盾 这俗话说 赌场得意 情场失意 这句话用来形容蒋宇 再适合不过了 她是一位事业有成 上进的女性 是一家新能源公司的老总 近年来 随着社会发展的需求 新能源行业越来越吃香 她赚的是盆满钵满 她平时工作很忙 丈夫曹学志也是常年的在外地工作 两个人没有太多的相处时间 就这样 长期异地 使得他们之间的感情愈发了疏远 发展到后来 蒋宇独自在上海 带着儿子淼淼和女儿摇摇生活 平常就都是由保姆 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 也就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 曹学志才会回去看看孩子 对于妻子的事情 他几乎是一无所知 可以说两个人已经是冒合神离 孤独的时间久了 蒋宇也渴望有人关心和照顾 不过他一直也没有遇到一个合适的人 直到2019年 他在一家酒吧 遇到了外表帅气高大 而且年轻的陈虎 加上了联系方式之后 蒋宇就和陈虎见了几次面 他就发现陈虎这个人很体贴 很热情 对他的印象也不错 就在之后的相处中 两个人的感情迅速的升温 几天之后 他们就成了情人 一段相差了14年的不伦恋 就此展开 从那以后 陈虎就不再去酒吧工作 待在家里 照顾着蒋宇的生活起居 蒋宇对于情夫 那是毫不吝啬 承担了陈虎日常所有的开销 还经常的带他去买高档衣物 饰品等等 每个月还会额外的给陈虎 两万元的零花钱 蒋宇得知到了陈虎的父亲 在外面欠了一笔债 蒋宇是二话不说 转了50万给他 让他去还债 陈虎又告诉他 想在老家给母亲买套房 蒋宇仍然是没有拒绝 马上就打过去一百多万 帮他孝顺父母 蒋宇除了在金钱方面 不吝啬之外 他还把陈虎介绍给自己的朋友们认识 有时候应酬也会带上他 为了方便两个人在一起 2020年的年初 蒋宇去租了一套豪华的别墅 带着儿女和陈虎 把他进去 考虑到两个孩子需要照顾 他又经常应酬到很晚才回来 便请了一个叫蒋月琴的保姆 在外人看来 蒋宇是家里的女主人 陈虎是男主人 再加上两个孩子 俨然是一家四口 虽然孩子不是陈虎亲生的 但是陈虎对两个孩子却很好 经常的带他们出去玩 负责他们的学习 这令蒋宇非常的欣慰和满意 他本以为陈虎会介意孩子们的存在 双方如果有矛盾了 自己夹在中间会很为难 谁知道这个陈虎却处理得非常好 他和两个孩子没有矛盾 相处也融洽 他呢就少了很多的烦恼 每天蒋宇回到家里 总有人亮着灯等自己 使蒋宇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满足 可是好景不长 平静的生活很快被打破 前面咱们讲过 蒋宇是一个很有上进心的女性 所以他希望身边的人可以变得优秀 瞧着陈虎整天的待在家里 无所事事 他心里就想 一个上海海市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不能这么就荒废下去 得找点事情给他做 那么让陈虎做什么呢 蒋宇是思考了很久 突然脑子里边就冒出了一个念头 不如叫陈虎去考研 提升一下自己 当他跟陈虎说起这件事的时候 陈虎的眼神 咄咄咄咄咄咄咄的 没有正面回答 蒋宇就觉得陈虎的表现很奇怪 就追问他 为什么不愿意去考研 当时陈虎被他逼急了 干脆就破罐子破摔 大声的喊道 不是我不去 是我没有资格考研 蒋宇是一头雾水 搞不懂陈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陈虎接下来的话 更加是让他不可置信 原来蒋宇被陈虎给骗了 这个陈虎根本就不是什么海市大学的毕业生 他连高中都没有读完 就辍学了 因此他是考不了研的 当时蒋宇的心里很难受 自己对陈虎如此的坦诚相待 但是对方却在欺骗自己 他感到有些难以接受 蒋宇是一个女强人 最看不惯男人游手好闲 而陈虎没有学历 又没有技术 难以在这个上海国际化大都市 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 为此 他们就开始经常的发生争吵 蒋宇认为 陈虎没有本事 天天不干活 只知道吃软饭 当闲人 靠女人养着 陈虎呢 觉得自己也很委屈 自己虽然像蒋宇一样 没有出去上班 但是照顾孩子这些事情 那可是不容易的 每天他也没有闲着 每天他也都很累 蒋宇根本就不理解和体谅他 就这样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陈虎时不时的跟蒋宇说起 不想再偷偷摸摸的这样下去了 想和他正大光明的在一起 陈虎的潜台词就是 想和蒋宇结婚 但是此时的蒋宇 那还是有夫之妇 如果要和陈虎在一起的话 需要先和曹学志离婚 蒋宇不是没有考虑过 给陈虎一个合法的身份 2021年6月 他把一份签好字的离婚协议 就寄给了曹学志 打电话 让他必须在上面签字 由于陈虎隐瞒着自己的学历 令蒋宇有些犹豫 被陈虎问到什么时候跟他结婚时 他总是含糊其词 没有给出一个准确的答复 蒋宇和陈虎之间的矛盾就越来越多 关系呢 也逐渐的疏远 人心中的不满 不断的累积 总有一天是要爆发的 2021年9月27日的晚上 蒋宇那天有应酬 就像往常一样带着陈虎参加 一行人吃完饭以后就去了KTV唱歌 其他人隐看高歌 蒋宇和陈虎就坐在那里喝酒 不一会儿 有人起后让他和另外一名男子 合唱一首亲密爱人的歌曲 蒋宇在商场上打拼了多年 不是放不开的人 他接过话筒 拉着那名男子的胳膊就唱起了歌 最近工作和生活的烦恼压力被抛之脑后 当时他唱的是很开心 殊不知 他和其他男人唱歌的这一幕 却深深的刺痛了陈虎 陈虎的手紧紧的捏着酒杯 眼睛却恶狠狠的盯着蒋宇和他旁边的男人 应酬结束以后已经是28日的凌晨了 两点多他们才到了家 一进入到卧室 陈虎一把就抢过了蒋宇的手机 把他狠狠的摔在了地上 大声的质问蒋宇 你当着我的面和别的男人挤挤我我的 你把我当什么了 蒋宇知道陈虎已经喝多了 就不想跟他吵 解释说这只是应酬 没有其他的意思 但是陈虎却不依不饶 这时蒋宇心中羁押的不满情绪彻底的爆发 就开始数落陈虎的不适 并且对他拳打脚踢 他心中羁押的不满情绪彻底的爆发 陈虎这时目露凶光 一下子就扑了上来 掐住了蒋宇的脖子 让他给自己道歉 刚刚在车上是怎么打他的 就怎么打自己 蒋宇只是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弱女子 根本就反抗不了 呼吸就越来越困难 他知道好汉不吃眼前窥就服软了 照着陈虎的画作扇自己的耳光 忽然陈虎就冲下楼去 蒋宇以为他离开了 可是没过几分钟 便看见他又回来了 而且手里还拿着一把水果刀 啥时间蒋宇就慌了 他想去夺刀 可是他的力气有限 没有成功 陈虎很快冲到了孩子的卧室 拿起了刀 狠狠的捅向了 正在熟水中的孩子 见孩子受了伤 蒋宇一下子就崩溃了 一边大叫 一边和陈虎扭打在了一起 过程中他被划伤 浑身是血 楼上的动静很大 就惊醒了保姆李悦勤 他跑到二楼一看 发现陈虎正在捅人 两个孩子也倒在了地上 想夺过他手里沾了血的水果刀 但遗憾的是 他没有能力阻止陈虎作恶 惊慌之余 李悦勤就拨打了 清普关分局的报警电话 颤抖的说 照向这边 照向这边 快点快点家里打架了 都晕倒了 两口子生气 他先后拨打了两次报警电话 打完之后 在门口焦急的等待着警察的到来 当时觉得是度日如年 警察很快的到了 他立马的带着上楼 可是眼前的一幕让他们十分的震惊 蒋宇和两个孩子倒在血泊之中 已经昏迷过去 陈虎倒在床上 已经断了手柄的水果刀 掉在了地上 大家以为陈虎也已经昏迷的时候 可是他突然醒了 竟然又向蒋宇扑了过去 被民警及时的制服 蒋宇以及他两个孩子被送到了附近的医院进行抢救 可惜的是年幼的瑶瑶因为伤势过重 不幸离世 眼前的这一切给儿子淼淼留下了巨大的阴影 需要做长期的心理治疗 因为一个情人 蒋宇失去了懂事听话 可爱的女儿 儿子从此也变得沉默寡言 他后悔认识了陈虎 后悔与他在一起 更后悔让他和孩子们住在一起 如果当初不是被爱情美色给冲昏了头脑 蒋宇和孩子们就不会经历这场劫难 他愧疚不已 觉得是自己害了儿女 同时蒋宇也不明白 自己从来也没有亏待过陈虎 他为什么要伤害自己和孩子呢 陈虎之所以对蒋宇母子三个人痛下杀手 那是因为贪欲 陈虎不是上海本地人 从小生活富足 父母是做水果生意的 然而父亲不知道什么时候染上了赌博 输了不少的钱 在他16岁那年 家里已经欠了不少的钱 如果他要继续念书的话 母亲就得四处借钱 陈虎不愿意看到母亲到处去求人 于是陈虎就辍学了 独自跑到上海来闯大 凭借着陈虎的外星条件 他当过模特走秀接一些商演 可是收入也不稳定 多的时候一个月能赚到三四万块钱 少的时候也只有几千块钱 除了日常的开销 剩下的钱他全都寄回到了家里 他听朋友说在酒吧工作的收入非常的不错 为了还债 他心动了 就跑到了酒吧去兼职 正是因为这样 陈虎才有机会认识了蒋宇 虽然说蒋宇已经40岁了 但是身形保养的却非常好 更重要的是 蒋宇有钱 如果要是能够傍上他 那陈虎家里的债务可就不用愁了 他就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名校毕业的大学生 带着目的 开始接近蒋宇 一个图前 一个图色 陈虎和蒋宇的这段关系 掺杂了太多的东西 注定是不会长远的 和蒋宇在一起之后 陈虎获得了很多 金钱以及认同感 每次蒋宇向朋友介绍他时 他心里都很满足 认为蒋宇把自己当做自己人了 可是人心不足 舌屯像 陈虎想要的更多 他想要和蒋宇结婚 但是都被后者给搪塞过去 他的心里就开始有些不满 此时他编造的学历谎言 也被戳穿了 蒋宇的嘲讽令他难以接受 认为他太自私了 渐渐的 陈虎的心里开始变得扭曲 蒋宇应酬到很晚回来 他总是找他闹 担心他在外面有了新人 从而抛弃了自己这个旧案 不管蒋宇再怎么羞辱陈虎 他都没有想过离开 因为一旦离开蒋宇 这就意味着他要自己奋斗和赚钱 说白了 他是舍不得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所以他宁愿被人包养 过着忍气吞声的生活 就在事发的当天 陈虎看着蒋宇和别人唱着暧昧的歌 当时被刺激到了 心中的不安感越来的越强烈 在酒精的刺激下 他的怒意和不满 彻底的释放了出来 耳边脑海里全是讲语 平日里的奚落 陈虎就产生了一种 得不到就毁掉 同归于尽的疯狂的念头 当保姆李悦勤劝上他说 陈虎你不能这样 你还年轻啊 你要想一想 你这刀要是捅下去了 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当时陈虎是完全听不进去 心中只有一个想法 我要杀了蒋宇和他的孩子 大家一起玩玩 陈虎把蒋宇母子三个人弄晕以后 就自杀了 可是他终究对自己很不下心 下手不中 捡回了一条命 在监狱中 他哭着说 我不想认什么错了 认错 他们也回不来 我就是希望我能快点死掉 陈虎是想用死来逃避一切 但是他做了违法犯罪之事 一定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陈虎的死 换不回姚姚的命 也无法抚平 蒋宇和苗苗等人心里边的伤痛 因为贪念 陈虎害人害己 这场悲剧没有赢家 最无辜的就是那两个孩子 要为大人的错误买单 蒋宇的余生 恐怕都将在愧疚中度过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讨论